很多民众可能不知道大家经常吃的豆腐 它的原料黄豆有九成以上都是进口的基因改造作物 其中还有的是饲料籍 但却不是每一样产品都有清楚标示出来让你知道 有学者指出很多基改作物都有杀虫或者是抗除草剂的基因 动物实验也显示这些东西会造成发育缓慢或者长出肿瘤 被认为是营养健康的豆腐是不是吃了保证健康恐怕还是有问号 根据统计国内一年进口的黄豆中有一成大约二十五万公顿是拿来做豆腐 不过这其中九成以上都是用基改黄豆 在美国是作为饲料来使用 连业者自己都不想吃这种黄豆做成的豆腐 市面上充斥着基改作物做成的产品 消费者却不一定知道健康风险 台大农业系教授郭华然指出 有动物实验证明老鼠吃了基改大豆 出现生长迟缓与不孕症 另一个实验则显示老鼠吃了基改玉米会得到肿瘤 下午在一场基改食品安全的论坛上 专家学者都提出呼吁政府应该更确实立法 要求产品要清楚标示 而郭华人也强调基改食品的健康风险至今难以掌握 但在风险未明之前 如果不谨慎管理 就怕将来会引爆食品圈的核灾 记者有的新闻张子佳台北报道 在约1的年轻口不谨慎工作室 短亲